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究竟誰是膠,誰不是膠呢? 那就上來膠心,膠貨吧 坐在我身邊的現階,我叫什麼? 怪物 我就想請他們上來很久了 很久了,大家一直都有空,很忙 今天剛剛請他們上來,有很多問題問他 怎樣為之怪物呢? 第一,他的言論是極端的 此其一,我相信你自己不會否認 第二,未觀其人,先觀其有 所謂有者,我們廣義去看,就不只是他的身體的朋友 例如我,現在控制袁哥哥,其他人 廣義的朋友,包括你看什麼書 你讀什麼呢? 我看過你的背景 原來你的undergrad,即是本科 大陸叫本科,香港叫做學士學位 是生物學,是biology 你的博士學位,就在英國 英國讀神學 英國學院,讀神學 Kings College Kings College Kings College Fiology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統神學 這個combination 是少的,這個組合是少的 但是我認識的朋友當中 You are the only one You are the only one 我認識過其他,他的undergrad 可能是學士學位 問梭底多 是的,那些比較多 這個是很特別的 我叫他做怪物 認識了他這麼多年 有很多條問題想問他 但是,看著想問什麼呢 問你最對的 我呢,首先要decare 我不是信徒 我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絕對毫無保留地 是擁護宗教自由 是毫無保留的 不過在我認識的基督徒當中 在過去幾十年 認識的基督徒當中 大部分都是不關心社會 不關心政治 也不關心歷史的 那是不是基督教 叫他們不要這樣做呢 作為一個教外人 你可不可以回答這條問題 我問你 這條問題其實很複雜 簡單來說 我只是華人 我只是華人 華人是特種 因為我們現在在某些網台 都經常在嘲笑或者恥笑華人 即特別是漢文化 它裏面有些很病態的因子 這些病態因子 令到當然 另外一些情況 不可以叫病態 即是它的因子 令到他做寄居的時候 很和平 但是同時 令到他基本上 不敢碰政治 所以 也會長期活在一種極權下 而不反抗 我想中國人 特別是漢人 從元朝開始 就已經是這樣 元朝其實已經好 熬了89年 終於肯反抗 但是在清朝下 266年沒有反抗過 我們今時今日也看到 我們在共產極權下 70年都沒有反抗過 所以你看華人 是一種很特種的民族 他去信基督教 是有能力扭曲基督教 而且是極度扭曲 即是我個人 作為一個基督教徒 又是一個華人 這麼多年的其中一個重要結論 我所說的華人基督徒 不單止在香港或者澳門 全世界的環基督徒 都扭曲基督教 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加拿大 都扭曲基督教 和澳洲 只要是華人基督教 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他都會扭曲基督教 將基督教 演變成一個極度出世的宗教 而事實上 基督教在歷史上 大部份時候都不是出世 大部份時候 基督教在羅馬帝國的三百年 不止是羅馬帝國 在羅馬帝國東面的其他國家 他都是成功的 甚至去到波斯帝國 亞美尼亞 他都是成功的 亞美尼亞是第一個基督教國家 只是組羅馬帝國少少 都是在公園大約三百年 鬆一點的時候 成為了國教 說得挺好笑的 我順便提 大家如果有時間 6月11日之前 把握時間去香港大學的藝術館 看亞美尼亞基督教的一些展品 是真寶來的 是亞美尼亞的 國寶級的東西 我就班門弄虎 我看過紀錄片 這樣講 使徒行轉 分了四集來做 話說耶穌死後 十二個使徒分 東南西北方去全革 首先接納基督教的國家 就是亞美尼亞 這個聖巴佛羅喲 就去到亞美尼亞 幾經艱苦 即是當地人接納了耶穌 變成了基督教國家 儘管他是抗佛羅喲 現在應該是抗佛羅喲 不是聖巴佛羅喲 不是正式叫抗佛羅喲 因為他本身是自成一格 你不能將他歸類到另一個宗派 他有自己獨特的位置和做法 他亦不是聖巴佛羅喲 不是當然 你那些其實是 後來才出現的東西 對他來說亞美尼亞 人家傳統比你早 你那些是什麼 後來來的 即是新開的分店 即是店 都不知譚仔什麼歌 什麼底 即是你不要牙刷刷以為 我們大宗 你多人 你分店多 你就以為自己大宗 人家亞美尼亞 教的傳統比你老 保存得好 第一個 Converted 英文叫Converted 大家有機會去看看 可否找到Discovery Channel 應該是去年出的紀錄片 是四集講的 使徒行轉 好 值得看 說得很過癮 當然除了用正史 即聖經 及聖經考古學家的資料之外 就引用 原來我們宗史說有夜史 基督教也有夜史 有本叫金人轉 類似叫金人轉之類 翻譯 有些是正統的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 是沒有寫到他的歷史 寫在裡面 很過癮 你聽牧師和神父說 都不及他過癮 說回來 為何會變成這樣 基督教本身是一個很長歷史的宗教 而且它的範圍很廣 正如我們提出 亞美尼亞 二千年舊長 相對於伊斯蘭人教 伊斯蘭人教現在是一千六年 我看不到 一千四年 公元六百年 七世紀 才開始 一千四年 你想想基督教有二千年 比它更長 當然佛教更長 二千五百年 但大家各自都有千多二千年 它本身是有很強的自我傳統 所以在這個自我傳統裡 其實基督教從來在歷史上 至少在我們有限所知的 譬如西方或東方教會的歷史裡 基督教從來都不是一個出世的宗教 它從來長期都跟政權有某種關係和合作 去到波斯 去到亞美尼亞 去到東正教 就是希臘正教 或者是羅馬天主教會 到後來的基督新教 它都是有長期跟政權合作的關係 不過基督教的確是變成了我們今天 香港人或者中國人所認識的主要的基督教的分支和天主教 我想這裏呢 我給我一點背景資料 在香港的740萬人口裡 我們信基督教的 即是指新教 新教就是有48萬人左右 而天主教就是有38萬 這個數字就是沒有一個很準確的迫答 為什麼呢? 因為在這些人當中有一部份是express 即是外國人來香港工作 也包括菲傭之類的 是的 那約是香港華人人口十分之一 是的 已經在兩岸四地最高 在台灣呢 在中華民國統治的地方呢 它只有2.5% 台灣是幾少的 我唯一可以解釋的是 儘管英國人來的時候 將宗教自由這個概念 其實中國傳統也有中國自由 是的 在英國人統治之下呢 不是那麼多華人是照料基督教的 不是那麼多華人是照料基督教的 那麼我也是有提供的 那麼菲律賓呢 它被西班牙統治過 也被美國統治過 菲律賓的人口呢 我看有差不多八成是信天主教的 嗯 而從前這個 這個 葡萄牙統治的 葡萄牙 在印度西面的海岸 有一個小的地方 叫做葡萄牙 它的情況跟澳門差不多 那麼 海岸的殖民地 那麼當地 當葡萄牙統治的時候呢 它的天主教人口是達到九成的 嗯 現在沒有那麼多 因為印度拿回來之後 這些人是衝淡了 是的 那麼唯獨在華人 華人為主的地方呢 基督信基督教的比例是不高的 台灣是更加中國的地方 是的 只有2.5% 基督教天主教加起來 只有2.5% 香港只有10%左右 但是呢 有一樣有趣就是 基督教即是新教數量 是比天主教多了 嗯 那麼這個理由呢 可能和基督教的 他們以福音派在香港 是一個主流 嗯 他們會主動去傳教是有關係的 是 是有的 這是很明顯的 那麼 所以我們要回來講 其實基督新教呢 他是產生後來的 他那種的 教義和政權關係的詮釋 就產生一種很怪異的現象 就是 其實由於 他說他之前認為 羅馬天主教會過分干預政治 所以後來的基督新教呢 就 理論上 就說政教分離 但是當然政教分離不是 他完全不干預政治 而只是呢 在政府和教會之間 作一種合適的所謂分野 即是大家呢 劃清楚一點大家的權力範圍 大家的權力的運作 即是不是說 什麽都不准碰 而是說 用什麽方式去碰 即是基本上 現在的西方是沿用了 而後來的天主教會 其實某程度都接納了這件事 因為特別到了十九世紀 天主教會 在每一個天主教國家的 所謂的主導地位 是一一被某程度推開 推開他不是完全拿走 即是說天主教會 特別是意大利 當意大利獨立的時候 教皇就連領地都沒有了 所以 所以天主教會後來 其實都是某程度 採取這一種模式 那這種模式有什麽重要性呢 就是 其實它很有利於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都是 那些教徒 某程度是撤離社會 其實這是一種 很大規模歷史上的撤離 即是這種撤離 如果你讀歐洲歷史 特別你讀到所謂改革運動之後 五百年裏面 頭的四百年 其實基督教徒在社會上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即是不只因為他扮演角色 而是要特別以宗教名義來扮演角色 因為他以宗教名義來扮演 即是他們令到基督教對於所謂現代社會 繼續有好心的影響 但是這個影響 特別是二十世紀初期 美國出現的所謂 fundamentalism 機要派 當然我現在便會笑它 我經常在Facebook笑 叫做fuck the mentalism 哈哈哈哈 他們不適合聽 他一定不適合聽 但他真的是fuck the mental 即是他叫你的腦去死 叫你的腦不要再想法 那麼這一種這樣的反應 即是這種這樣的發展 其實如果你拉長歷史講 在基督教的二千年歷史裡面 其實是第一次出現這麼嚴重的一種 反治主義 Fundamentalism 可能對某些人來說 是很negative 是很負面的名詞 但是什麼叫Fundamentalism 你可不可以簡單一點 什麼叫機要派 一般外面不是基督教的譯法 我們不信教人 就譯成原教旨主義 但原教旨主義比較模仿 不是 那不是模仿的問題 是因為外面街報紙自己去翻譯 他唯有拿那個意思 然後自己想想怎樣去譯 那就跟基督教內部的翻譯不同 他外面認為所謂Fundamentalism 由於他本身初初出現的時候 I will go back to the fundamentals 我要回到所謂原初我的教義宗旨 所以外面街報紙就譯成原教旨主義 基督教自己裡面 都有類似譯法 因為他本身的字是一樣的 英文 但是基督教裡面 就叫我要回到基礎要道 基要真道 所以就變成基要主義 基要主義和原教旨主義 其實意思都是大同小異 但有一點不同 不同就是 他們本身初初出現的時候 1920年在美國出現的時候 他們是覺得自己是最純正的基督教 差不多你其他人都不是 其實他們當然 這種所謂認為自己是最純正的基督教 其實是有一種很強烈的 我們稱為Sectarianism 即是世道主義 不是 不是 不是是 Secularism 不要搞錯 Sectarianism Sect是派別 叫做教派主義 Sectarian 教派式主義 教派式主義 教派式主義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我認為自己是最純正的時候 你稍微不純正 我就推開你的 所以他推開到一個地步 他自己變成了小眾 甚至被大部份教會認為他是異端 但他認為我是最純正的 這種現象在基督教會裡不斷重複發生 我現在60歲 大概47年前 80年信教 79年底80年信教 80年信教到現在 你可以看著這種動力是不斷發生的 所以這本身是宗教的特色 這個宗教有一種特別的內部動力 他的內部動力是有些人會永遠走出來 覺得我比你更好 我最純正 你們全部都是背道 你們走開 但當然他這樣推開所有人的過程 那些東西本來是你的大兄姊妹 但你推開他們之後 他們怎樣 他們自己為了一堆為我們是大眾 你是小眾 其實你就變成異端 但基督教本身是很喜歡出現這件事 所以這個基督教是十九世紀在美國 特別發揚光大的極度的Sectarianism 這種極度Sectarianism 到了二十世紀就變成極度的Fundamentalism 但竟然他的人數不斷增加 所以他結局吸收了基督教內部大部分的人 這個在美國甚至是加拿大的情況 在英國的情況 都是這樣 在華人社會呢 因為這些人在十九世紀就是歐洲人向全世界傳教的最高峰年代 就是二十世紀如果用所謂的Absolute Figure 絕對數字來說 好像傳教士比十九世紀更多 不過其實這個沒有意義的 因為十九世紀的時候 傳教士是有一種政治上的超然地位 可以喜歡去哪裏傳教就去哪裏傳教 所以十九世紀其實他們的傳教是活躍很多的 所以十九世紀他們周圍傳教的過程裏 所謂保守派或更加保守派的極端基耀主義 是傳教特別厲害的 所以到了二十世紀 所有西方地區的基督教 主要就是由原教旨主義的人去主導 香港華人社會是沒有例外的 韓國亦都是這樣 韓國信基督教人數是很多 更多於香港 是基督教化是三分一的人口 超越了佛教 已經超越了佛教 但是佛教仍然是三分一 大家都得到三分一接近 但是佛教的組織能力 沒有基督教人數 所以香港十分一 其實呢 那個力量很大的 那個叫做不成比例的影響力量 因為尤其他不止組織能力 大部份的教徒是來自中產階級 專業人士 所以他們各方面的技術都很高 所以他們能夠令到教會 在社會影響力大於其他宗教 為什麼基督教是天主教的組織能力強呢 因為他們每個星期日早上 每個星期日早上 他們都會起碼聚會一次 當然啦 聚眾自然可以傳播消息 所以呢 中共特別害怕這班人 不是怕佛教 當然 第二呢 他們無論天主教或基督教 在辦學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作為一個教外人 他們的工作是應該肯定的 不單止是教育 在慈善 醫療方面做了很多事情 在天主教好像有七間醫院 在香港 基督教有八間醫院 他們的學校 兩種教加起來的學校 是超過的學校 一公共 三分二 三分二 如果你說對社會的貢獻 是無可否認的 不過你始終未解到我的問題 就是為什麼我遇到大部份的基督徒 他們是不關心社會 不關心經濟 不關心歷史 這個就是 改教運動之後 等於他們是壞人 他們很多都是好人 他們很善良的 我們先開題 或者待會再進一步討論 簡單來說 他們是用了某一種特別低調的形式 去參與社會 這種低調的形式是有利於基督教的傳播 但是在 更加重要更加明顯 直接參與社會的一個層面來說 基督教是全面退潮的 跟以前的政教合一的時代是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當時基督教會就是主導整個歐洲的 所謂中世紀社會的政治 政治經濟各樣東西都可能會受到影響 但是是全面性的一個文化籠罩性的影響 現在基本上是退出 然後在一個 corner 位來影響 這個 corner 位 基督教會自己覺得很舒服 所以亦造成了基督教的特色 今時今日21世紀的全球基督教 你可以明顯稱呼它 特別在亞洲地區 叫中產階級基督教 中產階級基督教也有個明顯的特徵 跟亞洲地區的中產階級一樣 基本上是所謂politically apathetic 政治上是冷感、冷淡、抽離 當然香港在雨傘運動之後 有少許改變 這一個本身也是值得探討的 在亞洲區是這樣 剛才說回美國那裡 其實他的教會是有凝聚了一些政治力量 例如很多黑人他們為何可以團結起來呢 都是因為教會團結了他們 其實基督教是在全球各大宗教之中 你可以這樣說 以社會特性來說 在全球各大宗教之中 最organized religion 即是所謂最組織化的宗教 比以斯坦人教甚至更強 所以因為它最組織化 它在政治力量的表達上 其實民主政治是最適合基督教表達的 因為它每一個部門的基督教 都可以自己組織起來 去投自己的候選人 令自己的候選人進入議會 於是可以代表他的聲音 所以為何美國的基督教 所謂的政治影響力 也是超乎比例的 雖然美國已經是基督教最大宗 但美國有很多天主教徒 也有很多不信教的人 或者其他宗教的 但美國的基督教 差不多這樣說 每一次總統選舉 主要的福音派基督教徒 投誰 那個就當總統 包括特朗普 沒錯 特朗普當選那天 去年11月8日 立即有人做了一些調查出來的 他發現大部分的猶太人 投給希拉里 大部分的基督教 投給特朗普 結果特朗普贏了 特朗普在東西兩岸是贏不到的 是 紐約 人類是Liberal的 三藩市、洛杉磯 你不用想 當地全部是民主黨的人 是 在中西部 就是保守 有一個名詞叫做 Bible Belt 是 聖經大 B-E-L-T OK 這條聖經大 就是 不單止是美國中西部 一直向北伸展 去到加拿大的明尼杜伯省 然後向西走走到英屬哥倫比亞省 即倫庫巴 稱為Bible Belt 代表什麼呢 是比較保守的 但是保守 另外他們也懂得做生意的 怎麼說 上一次節目 我們也有提到 在八十年代 去到九十年代 當中國還沒加入世貿之前 最大的兩個商場 一個就是在 明尼艾普魯斯 米尼埃普利斯 即是明尼蘇達州 就在米尼埃普利斯 最大的商場 另外一個就在加拿大 Edmonton 兩個都在Bible Belt 他們是很Pro-business的 以及保守的 我們有時認識美國 多數都是跟美國紀錄片 美國的電影 美國的潮流文化營 我們覺得這些人是很liberal 很開放 即是講俗一點 所以看到面 適合眼神就可以上床 這些就是one side 但是去到Bible Belt 有部份去到很extreme的話 就是save your first kiss until wedding 等你結婚的人才會去case 即是有很極端的一面 所以美國是一個 很多元化的國家 美國中西部那種基督教文化 一般在荷里活電影是看不到的 他有側影看到 側面有一套半套 是想表達的 但是表達得很拙劣 正如去年有一套 非常不斷推廣的電影 但是非常難看 非常不好看 叫聖杯騎士 其實是表達基督教的主題 但是沒有人懂得看的 但是如果真正大家要了解 美國中西部基督教文化 間中有一套半套可以看 有一套叫做露直露彎 是最明顯表達的 另一套叫做見證人 the witness 是夏里順福 夏里順福 還有另一位 Kelly McInnes 做主、男女主角 是說這個所謂艾未斯教徒 Amish 那些教徒的生活 這些影片一般朋友不知道 看了也不知道說什麼 那些就是真正的美國的 基督教的重心 但是Amish 也是屬於小眾 不如阿齊Sir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一下 本來我還有很多事情要問 但是你剛才說到的那些 我想先追問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會 阿澤 現在社交媒體當道 個個都是追求一兩秒的Soundbyte 你請嘉賓上來做訪問 整兩個小時 找鬼看嗎 說這麼短 沒有上文沒有下理 怎麼見真章 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誰是膠 誰是膠 誰不是膠 那就上來膠心 交貨吧 成宅是什麼來的 它呢 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和空間 構建出來的產物 過去組出來 現在在做 將來會繼續做的